国民党30天内连三败基层鼓噪 不满声浪四起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成为剑靶 这个时候赵绍康呼吁决策圈有问题 小圈子决策是不行的 不能说几个人 关起门来自己想 现在在这个时代已经不行了 意思就是指现在决策圈太小 决定战略恐怕有盲点 朱立伦决策圈最信任的核心 就是副秘书长江俊廷 也重用文传会主委林涛 信任的人并不多 而朱立伦的跌倒 似乎也让国民党内的深蓝再次活跃 朱立伦脸书上面 不少支持者要他下台 要他负责 但奇妙的是 周团哥哥在上面也留言 要韩国瑜出来 韩国瑜前市长 我想韩市长他具有能量 或者他的personality 他的人格魅力 的确是有非常多的好朋友 非常支持 我们当然希望韩国瑜 韩市长也是这其中的一份纸 不管对于2022 对于2024 我们认为都是相对正面的一个助力 正蓝分析 赵绍康韩国瑜深蓝代表 正好乘势而起 朱立伦在前面挡刀挡剑 而赵绍康韩国瑜则是另立圈圈 成为深蓝领袖 当然有的比较委婉的是说 要扩大决策圈 事实上就是形同逼宫 那这个在任何的挫败之后 对于既有的权力中心的质疑跟挑战 国民党深蓝在一起极端光谱 被认为难以争取中间选票 因此恐怕让民进党更开心 TVBS新闻 洪峰华的采薇台北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